大家好 今天是12月2日星期四的晚上 恒心指数最近都是偏弱一些 尤其是在10月份的时候 有个军线上黄金交叉的改善 但随着近日市况疲弱 军线又变回死亡交叉 而且一度穿过10月份的低位 大概23,770点左右 你见到这两天稍微跌定反弹 但真的去不到企稳 或者进一步明确突破23,700的水平 仍然有阻力 所以我对于后市很高的戒备 尤其是美股外围方面 担心联储毒转英 担心Omicron的新变种病毒等等 其实美股连夜不单出大阴烛 而且放大成交 都挺令人值得关注 所以外围内围似乎 势态都是偏弱一些 而且眼下港股没有什么强势 板块 多股炒作 但没有普障的学情 所以我建议大家 尽量都是审慎一点 看看恒生指数短期 超卖反弹 不直播的 但多看一会 看看能不能够有企稳 甚至真正向上的动力 先好去造创